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有關近日國際駭客族群對台灣公司部門進行DDoS 騎擾事件 書發部召開記者會說明 首先向各位記者朋友介紹書發部今日的出席長官 數位發展部 黃彥南部長 謝謝 謝謝大家 政務次長 雀和銀次長 政務次長兼發言人 林寅敬次長 大家好 資通安全署謝翠娟署長 現在我們請黃彥南部長致師 首先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在周末來參加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我們都知道我們現在 有二軍二國的一個駭客集團隊伍 實際上是不只對我們 是對全世界包括美加歐盟的關鍵基礎建設 都在進行攻擊 我們這一邊 我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目前 因為我們過去 對我們所謂關鍵基礎建設的一些 治安的引念 都有一些進行 然後呢 所以到目前為止 這些攻擊並沒有造成重大的事件 包括可能的一些破壞或入侵 目前是沒有 再來就是說 我們會持續地 我們會持續地去監控這次攻擊的發展 請國人放心 我們會繼續地去替我們的環境基礎建設 做適當的防護 那我再來就用簡報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攻擊的太陽 誰在操作 這個沒有麥克風在哪 你 要向誰 可以拿 可以拿 下一頁 到底誰在操作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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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等一下我們就統一用無線來收音 還是等一下再切回來桌嗎 等一下 等一下 統一用無線 好 好 可以嗎 可以 好 我再請介紹一下 今天這次的攻擊叫做DDOS Denaral Service Attack 它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是NORNAM 是俄國的泰克集團 經過它的伺服器 開始啟動對它所控制的所謂的入侵的殭屍電腦 開始來進行所謂的攻擊 當然這個攻擊不是只有針對台灣 它針對剛剛講的美加 還有歐盟的民主國家的一些關鍵基礎建設 那這個攻擊的方式就是它針對某一個網頁或網站 開始用這些殭屍電腦送入大量的包包 來塞住這個網站的一些 這個通訊的管道跟服務 來造成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通訊的一些 我們服務的一些延遲或是甚至評論 那這樣的攻擊 我剛剛講過 那個在台灣 但全世界都發生 在台灣 我們待會會介紹 目前大概有45個單位 到今天有被攻擊 但是大部分的攻擊都是很快就可以回覆 很多攻擊師完全就一下就回覆 完全沒有影響到服務 那有被影響大概也是在很短時間 就可以回覆服務 然後再下一頁 那這邊要講就是 這個攻擊 剛剛有介紹過 不是只有針對台灣 它上次美加對歐盟的所謂的關鍵基礎建設 是由俄國的泰克基隆所發動的一個攻擊 那這個就是目前攻擊的正在進行中的一個我們所謂的了解 那至於我們怎麼去防被防護這樣的攻擊 我是不是請治安署的署長記錄說明 各位媒體朋友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灣的政府的防禦的方式 其實我們有的國家層級的NISEC 那我們會收到治安事件的情資還有威脅的預警 還有相關的策略核心漏洞的公告都會收到 所以我們會傳給八大紀錄設施 那我們八大關鍵紀錄設施有包含 能源、通訊、金融、高科技、政府、水資源、交通 他們各別把這個情資再往下 讓他們所屬的機關跟單位去做部署 所以這次的情資也一樣 我們有掌握 然後就是透過關鍵紀錄設施往下 所有的單位都已經開始聯防跟部署及下驗 那我們來看一下遇到一個事件我們怎麼處理 我們有所謂的平常事前的監控 所以我們會看有沒有異常狀況 假如機關的流量、機關的設備 有沒有辦法正常的運作 假設有事件就被攻擊了 那就啟動應變 等一下我們會再具體的介紹說 假設是DDOS攻擊我們怎麼應變 之後會有情資分享 對到民間我們會透過DWCC 來跟所有的企業分享 因為這次的攻擊其實也不只是政府機關 對到企業也有 有些企業跟民間也是有被攻擊 所以我們有透過DWCC 去跟民間做聯防的動作 接下來 如果是DDOS攻擊 它有個特色跟特性 通常他們喊比較低 但是很花錢 所以他們喊低 很容易就去買到一些殭屍來當跳板 然後對到政府做阻斷攻擊 但不會太久 因為很花錢 這是短期型的干擾行為 主要是干擾對外服務的可及性 也就是說過一陣子之後 其實大家就會在櫃檯裡面排隊排比較久 過一陣子之後可能就恢復了 或者是說我們做流量清洗 或者是導流也可以讓它恢復 把攻擊的IP給擋掉也可以讓它恢復 最主要的這種攻擊就是影響機關的形象 或者是企業的形象 怎麼做預防呢 我們是有在情資分享跟中央地方 還有關鍵基礎社商的民間 我們都做這樣子的宣傳 或者是教大家說應該怎麼做情資分享 在事前就是我們先評估出來 你們的重量服務 那些重量服務 就要部署靜態網頁跟清洗流量 清洗流量 清洗流量意思就是 講白髮文就是假設有攻擊 那麼我們把這些攻擊擋到別的地方去 讓它的服務能夠繼續 那規劃CDN意思就是說 我的服務可以從別的地方來 這一類的 反正這個是這種名字 不用在意 它意思就是說 我的服務不只在一個地方可以拿到 所以我有服務代理人 那大家就可以從別的地方拿到我的服務 這也是一種方案 假設遇到事情已經發生了 那麼我們會要求 這樣法納管機關都必須通報 就會要求大家開始啟動清洗流量跟清洗網頁 那當然要適時的對外說明 就像今天我們跟各位媒體朋友 好好地講清楚 我們怎麼應變這個事件 那事後呢 應該要做的事情就是 如果這個網站跟這個網頁使用率不是很高 那我們會建議評估整併或下架 那另外就是平常的時候 也不是遇到事情才做 就平常的時候要演練 那這個是我們對DDoS供給的建議 那這一個 同樣的這個建議 其實我們有給中央地方 還有關鍵記錄設施 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次 我們很多單位被攻擊 他們可以比較快的 回復到正常運作的原因 謝謝 我們下面就進行QA 不知道哪一位媒體 你有有沒有什麼要記的取問 請問各位記者朋友有問題嗎 我們QA的時間預計是30分鐘 那麻煩各位記者朋友提問之前 先說一下你的媒體名稱以及你的姓名 請問在場記者有問題要問嗎 我是華視的知名 想要請問說 因為這一次啊 一開始是一些金融網站 那到可能昨天的時候發現說 這個限制部還有海軍等等 變成說軍方單位的網站也被這個 那尤其是限制部它目前看起來是 好像它上面寫說 系統維護要到18號 那照剛剛長官講說 這大部分是可以很快的處理 但是好像限制部這個部分是需要比較久的來處理 那它上面是有什麼樣比較特殊的情況嗎 那再來就是說 以這一次的事件來看 那數位部這邊從掌握到這個處理上的措施 大概是花了多久的時間 那目前是整個的這個處理狀況是怎麼樣 謝謝 好我請書長回答 先回答第二個問題 我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謝謝 那也讓我有機會說明 那個 我們是9月10號之前就接到請資 而且當天就告訴中央地方的所屬的單位 那DDOS的特性就是它花多少錢 它找多少人來圍你的櫃台 對不對 所以它假設來圍你的櫃台 你把他帶走 圍你櫃台那些人帶走 然後很快就可以恢復 那所以其實我們告訴中央地方的話 您會發現說所有的單位 櫃台一旦被圍都會 你們都會發現櫃台被圍了 正常 但是它只要能夠把人帶走就會恢復 所以您會看到說他們都可以在短時間 譬如說一個小時之內恢復 那以至於縣子部的這一塊呢 維他的人比較多一點 再加上他可能系統想要做 譬如說我剛剛講整病修改 或者是部署DNS的繞道 他就想要做得更好一點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都尊重 但是他基本上是正常運作的 也就是他沒有被影響 謝謝 我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我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因為這種DDOS的這種供給 基本上他就製造網路的塞車 而且就塞在一些網站的門口 但是其實這些駭客並沒有入侵到系統裡面 所以這個並不會造成資料的遺失 就是被竊取或被篡改 那事實上這些駭客也沒有進入到系統裡面 去控制到我們這些機關 所以對於某些機關來講 其實這些網站對他們來講 並不是一個主要的他們的系統 所以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他們就是暫時停止這個服務 其實並不是代表說他已經這個系統當機 事實上就是暫時停止他的網站 對外這個櫃台的服務而已 OK 好 請 來位 智永 各位你們好 我是Dio莊子玲 我想問一下 第一個是 就是因為昨天資安署有暗件發佈那個聲明 就是說會適時提升警戒 那請問現在的警戒成績是到什麼程度 然後從哪時候開始的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情況會提升這個警戒等級 會不會比照總統就職 或者是國慶之類的重大狀態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因為這週二其實就已經開始有駭客攻擊 那為什麼今天會突然開明時機這回 第三個問題是 目前有進行到多少的DDoS攻擊 就是有沒有搭配其他警戒來攻擊 謝謝 我想那個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今天 我想今天就是 需要跟大家媒體做為說明目前的狀況 也讓全國民眾可以安心 因為我們的確一切是在我們的監控之下 那這點我想我們在試探的時候 讓我們全國的同胞知道這樣的意見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影片 我們確實是有辦法在這邊做試探的處理 那至於那個警戒部門還是請署長 謝謝 我們有任何的情資都非常願意分享 所以你看到我們都會有統計在月報裡面 只是沒有罕見 我們其實很多的情資都會跟大家分享 這是我們必要的工作 不過回答剛剛的問題 到底有多少攻擊 我們收集到政府機關跟民間全部 現在45件 那當然他會一直宣稱還要攻擊誰 那我們也發現這樣的情況 就是大概有三分之二 他櫃台被圍的時候會稍微停一下 會有三分之一其實是一點感覺都沒有 所以您看到新聞有披露 有些人他的櫃台稍微 比如說他的網站服務稍微停一下 其實沒有45件那麼多 那我現在是講所有被攻擊的數量 這是第一 第二因為我們在這通報有一個情況就是說 假設他的攻擊很多 而且你看美國的西沙海宣布 就是關鍵紀錄設施會被攻擊 我們就很慎重 所以我們是比照總統大選的層級來做這個專案 就是讓大家也要注意說是不是有被攻擊 那也沒什麼差別 就是平常我們就有防禦 只是說這些關鍵紀錄設施可能每天要跟我回報一次他們受到攻擊的狀態 謝謝 不知道還有哪一位媒體朋友要記錄訊 中央室 我想問一下就是剛剛我說的是45件嘛 那這一次就等於說這一次DTOS的新擾 跟就是幾年前佩洛西來台灣相比的那個 攻擊流量跟規模的差異大概是怎麼樣 謝謝 可以 是這個 經歷過兩個事件他可以做不算 佩洛西來台的時候他的攻擊方式不一樣 佩洛西來台的時候他攻擊方式有三個 第一個是那個就是做尾帽的訊息的 有尾帽的訊息的傳遞 所以你會看到有電子報告欄被貼了什麼 對不對 尾帽訊息 第二個他有入侵 那第三個他也有阻斷你的服務 但他阻斷服務的方式有兩種 第一種是真的害侵到電腦裡 第二種就是DTOS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其實我們就開始要求所有的部會 都應該要做DTOS攻擊的演練 那這一次全部都是DTOS 謝謝 好 還有哪一位媒體朋友要進入書問 然後再請問一下 好來 自由 好 我這邊再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 因為剛剛部長有強調說 其實這個 這一波那個情俄海科他們其實也有攻擊美國歐洲 那為什麼過去就是俄羅斯海科他們很少提到台灣 那為什麼這一次會特別給台灣 然後還達到有一些部分的網站有出現一些狀況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請問有跟哪些國家分享情字或是很多嗎 例如說五眼聯盟有沒有分享一些情字 第三個是就是最近這幾天其實自盪圈一直流傳 台灣政府是採用封島的策略 然後意思就是說 國外連不上 然後國內的民眾可以連得上 那請問有沒有這樣的策略 然後這會不會影響到國外的民眾使用什麼的網站 謝謝 那個崩倒倒是不至於 剛剛有提示過我們剛剛怎麼去處理 那你剛剛的第一個問題是說要 為什麼要選擇台灣 因為其實應該這樣講 那個我們其實偶爾就會受到TDOS的攻擊 那當然第一次 二樓四這個集團 它是擴大針對很多國家的攻擊 那當然 可能 我們沒有辦法去猜測他們的目的 不過我們一直有在被TDOS 不是說這一次 那所以為什麼才會說 我們一直要做演練 然後一直要去做廣步 因為你不曉得什麼時候 又會有個幸福的弱勢貢 那 是不是書長再補充一下 謝謝 其實二樓四以前也就一直有 有駭客在攻擊 只是它這次有在暗網宣布 它要攻擊台灣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特別慎重 那平常它也有在攻擊 所以台灣是被攻擊的第一線 就是基本上各國的駭客 應該很常攻擊台灣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我們平常就有應變 那我們有沒有跟國籍相反 其實當然有 我們現在本來就是 其實非常多國家都會希望得到了台灣的情資 然後他們的第一時間也會告訴我們 所以我為什麼在還沒被攻擊之前 我就會得到那些宣稱 跟我們要怎麼應變 所以其實很多國家歐美 各個國家民主國家 我們都有跟他們做合作 簡單講是這樣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協會的一群 而且還蠻多國家跟我簽MU的 再來有沒有封島策略 其實不是喔 那個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所謂的封島策略 其實是有一些單位 它的服務如果都是國內居多 那國外的IP都是攻擊 它就先把那些攻擊它的IP給阻斷掉 但不是封島 它只阻斷那些攻擊它的 所以其實如果它最近發現有很多 那個國外來的IP再攻擊它 它就先阻斷 那阻斷那個來的人的路線 這也是一種防禦的手法 那有很多單位它的服務本來就是全世界都要提供 所以它不會做直接國內國外阻斷動作 它只會阻斷那個攻擊它的IP 但這個也是我們鼓勵大家可以做的手法之一 謝謝 好 謝謝 是不是很難為媒體朋友 比較進一步詢問 對這次攻擊的事件 看起來好像大概都很清楚 所以 我們這邊 還有一些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還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資安署這次有多少 出動多少人力來處理這一國的攻擊 第二個是因為其實有很多地方政府的 裁稅單位都受到攻擊 那你們是怎麼跟地方政府去協調 然後協助他們度過這一次難困 謝謝 資安署在這個其實挖了蠻多的信念在座公園 這個在這次資安署長在說明一下 遇到任何世界我們都是全員動員 但是主要防禦的當然是通報應變 就是通報應變組 那我通報應變組裡面的 主要做這一個防禦的就是有一個科 但是我整個組都動員了 今天可能大家會看到躲在後面 或者是躲在網路上的那些人 因為我們就24小時每天都要有人 所有的世界不只是這一次 平常我們就是隨時在接任何的通報應變的世界 所以以資安署來說我們是每天都有在工作的 另外就是問說我們跟財稅 財稅其實我在第一時間就在我們通報應變 中央地方關鍵基礎設施 我們都有自己的群組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就告訴大家要準備什麼 所以地方政府地方的財稅它會得到兩個親資 其實一個是它目的事件主管機關就是財政部 另外一個就是地方政府的縣市政府也都會告訴他們 所以我們是通過這樣的方法去做聯訪 另外他們如果真的被攻擊它會立刻回報 然後我們就會知道說有沒有連續性有沒有相關性 那要不要一次去對他們特別加強或什麼的 但這一次看起來他們其實是應對是可以的 我們可能有幾個財稅它稍微慢一點點 比如說離島的稍微慢一點點 但是也都有在此間內回覆 謝謝 我今天補充一下 特別謝謝那個我們資安署還有我們同仁 他們是二次守警戒 包括這個週末包括馬上到中秋節 他們都要留守警戒 所以謝謝他們的努力 不過的確我們把這件事情就是警戒是一個中華實驗 讓整個國內的網路通訊以後不要因為攻擊而中斷 這是我們的主要的工作 我這邊補充充一下 其實剛剛那個問題都非常好 因為基本上像這種DDOS攻擊的一個目的就是騷擾 在攻擊方他必須花很多錢去做DDOS攻擊 那我們防守方也會有一些成本 所以對我們防守方來講 我們當然會有我們的優先順序 我們當然就是會 最重要的一些設施我們必須要守好 那這一次他們會攻擊我們一些地方的財稅機關 然後現在其實現在不是報稅季節 所以這個地方他們就是會找我們比較弱點的一些地方攻擊 那剛才還有提到就是說比如說外國的一些 比如說你如果這個地方財稅機關的網站 突然有一些一大堆外國人跑到這個地方來 這顯然就是不合理的現象 那我們這邊當然我們要很有智慧的去應對這些事情 不能因為國外就是那個害客有這些騷擾 我們就把我們的所有的資源都浪費在一些那個 把他浪費掉 這個是我們目前的策略 謝謝 謝謝 請問在場記者朋友還有其他問題嗎 好 蜂巢來 你好 我是蜂巢來 記者軒韻 那我只是想要去follow up 剛才治安署長提到說就是 目前有一根組他專門是負責就是應對 他就攻擊不知道這個組他的組織的認識名稱 還有在情資分享跟其他國家合作這個協會 他的整個資安組序 不用整個資安也包含很大的冠軍序 還會 屬上 真署的通報應變組 就是有事件的時候專門處理相關的事件 所以我們的正式的評證就是 資通安全署通報應變組 那不曉得你第二個問題 那個就是林剛才提到說 就是有遇到駭客攻擊的一些 預告跟情資都會有一個 可能民主文化之間的一些情資分享的組織 讓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名稱是怎樣 我們加入超過一個組織 那基本上我們是這樣子 如果是有那個就是一般的駭客攻擊 我們會在例如像TW-12CC 就是國際的12CC接會 其他的有些國家 他個別的就是跟我們簽MU 但是我們跟哪些國家私下簽MU 就暫時請容我不要公布可以嗎 不好意思你剛剛說 TW-12CC是一個 TW-12CC 麻煩請幫我轉 那個簡報上頁 就是一個通報 解釋一下 TW-12CC TW是台灣 那其他國家就會 譬如說美國就US-12CC 所以全世界的12CC 我們都會互相串聯 謝謝 那個通報性的蠻重要 因為全世界各不可以 就遇到這種攻擊 可以互相的通報 可以互相的關注 這樣子 好 來再 我幫那個經濟時報想要提問 他想問就是 請問現在對於產業影響 有什麼評估 然後科學園區的狀況如何 如果科學園區不幸發生 被網工有什麼應對措施 謝謝 這個我們也在我們的房子裡面 這個葡萄村長進入說明 產業 產業的部分目前 我掌握的情資就是 我要講他的名字吧 就是地方政府的稅務中心 然後某些警察局 還有類似像航空站 好 這算產業吧 就是 然後 那個科學園區 他其實是 那個防禦是有做得很好 所以他目前其實 就我們 我們希望繼續保持 但是他在聯防裡面 他也很認真 我跟他們的主管昨天才溝通過 他們現在很積極的在聯防 好 謝謝 那個聯合報 他線上提問 就是想請問書發部 有沒有觀察到俄羅斯駭客 還會繼續聯盟 未來會不會破大攻擊 尤其現在俄羅斯駭客組織 不只用BDOS 還有其他攻擊手法 目前我們都有足夠的防禦能力嗎 那個署長 那個署長 我覺得說這個未來 他們怎麼做 我們其實 那個 我們只能猜測 不過我想大概 大概從請示面再來 做點說明 好的 其實俄羅斯的駭客組織 他就是會在 他就會宣誓說 我要攻誰 我要攻誰 那他之前宣誓說 他要攻擊台灣的 譬如說像金融相關單位 關鍵紀錄設施 消通他還沒有 大概就是金融單位 跟我們的航空單位 他是有宣稱說他要攻擊 那他的確也有攻擊 那大家會感覺到 他們那些單位 好像就真的有受到影響 那主要是因為攻擊的站比較小 那個小的單位 他們本身就是經不起那麼大的攻擊 因為他平常的服務量 跟平常的民眾的聯網率 也沒那麼大 所以他買的設備就沒那麼大 所以他就會受到一點點影響 不過大家有看到 他們都回復了 那未來呢 攻擊不只是用DDOS 本來當初佩洛西的時候的 那一段時間的攻擊 也不只是DDOS 所以各個機關 本來我們剛剛跟大家介紹 再倒點防疫 對 所以我們所有的事情 都會有事前事中 就是事前事中事後 不管他攻擊的要態是什麼 我們會立刻反應 然後告訴大家說 可能如果他是連續性的 我們會發現 因為都會通報 所以最近來的都是DDOS 我們就會告訴大家 DDOS怎麼辦 如果最近都是入侵型的 我們就會講 最近的樣態是什麼 大家要怎麼辦 那目前看到比較多是DDOS 謝謝 好 是不是剛剛 OK 我們請自由提問 不好意思 這邊最後一問題 問到 因為我說到自然公司的情資顯示 這次好像不只是有親俄羅斯的駭客 還有親中國駭客 叫做China for Army 那請問這部分 自然署有掌握到嗎 謝謝 當然有啊 所有的攻擊只要移到台灣 有公到國門 大家就要通報依法 所以他的攻擊要態攻擊手法 跟攻擊的狀況 我們會立刻掌握 那也為了要讓各界能夠聯防 或者是讓各界能夠知道 以後怎麼預防 所以我們固定在每個月 都會有資安月報 我們會講 最近的攻擊要態是什麼 怎麼防 還有相關的統計 我們都是對外公開的 謝謝 所以這一波不只是 就是那個Ree Percent 還有NoName 還有China for Army 這個 我們不會針對駭客的名詞 去做 去幫他回應說 是誰來 不好意思 我來回答好了 就是 我們不會特別針對誰 我們試試看 有哪一種要態的攻擊 所以我們收到攻擊 但是或許我們不知道是不是阿米 或者是俄羅斯組織 我們來講好了 因為像這樣的 像這樣的駭客的攻擊 或者說其實是一種侵擾 他就是希望我們手忙腳亂 就是希望我們造成混亂 所以我們不會針對 某一個特定的 他們的宣稱 他們要做什麼 或是特定的一個group 我們做好我們的準備 但是我們不會隨之起步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現場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在場記者朋友要提問嗎 好 央管 不好意思 想請教一下一個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 他們這一次 剛剛的BPT 上有說 有親 開客到45個網站 然後這45個網站 都是以行政部門的為主 就是大概是哪 可以分成哪幾種類型 可以方便偷的部分 以及有沒有到一般企業 或者是民間的組織 我們有很多資料 可以請廚長再做計劃 我不點名字 我講類型 可以嗎 大家看是稅務單位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是大家會知道 有軍方的單位 然後再來我們有看到 比較多是財稅 主計財稅 然後另外像那個 航港局 然後再來有 也是金融業 就是證券相關的業者 那在民間的話 我們有一些銀行 有發現有些銀行 銀行 然後另外也有發現 那個跨出行政院 其他的院 然後也有發現說 民間大概就是銀行比較多 其他企業並沒有 電信業者 電信業者 但電信業者完全不受影響 因為他們完全自己就夠大 所以就不會 他雖然有精力 可是他有流量 可是他不會受到影響 你不會有感覺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記者朋友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謝謝大家 謝謝